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去年2021年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全年经济成长率是8.1% 而展望今年5号所召开的第13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已经发布了 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的经济增长预估为5.5%左右 其实这是20多年来新低预估数字 不过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大概从2013年开始 就不再以GDP数字来论英雄了 这高速经济成长不再已经成为新常态了 好像对于GDP数字下滑不需要太大惊小怪 不过好像也并不然 因为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它牵动影响层面还蛮大的 还是有必要来关注它经贸数字的变化 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中华经济研究院 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来观察解析跟探讨 非常欢迎刘所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我们再谈中国大陆去年GDP年增8.1% 而今年2022年预估GDP年增5.5%左右 如果从这个基期比较来看 今年比去年是大幅下滑是不是预料中 因为如果我们看到像我们的国发会就预估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的目标 大概估4.25%到4.6% 我们去年大概是突破6% 那我们也看到高盛将美国2022年国内生产毛额GDP成长预测 从3.8%下修到3.4% 好像这个基期的一个比较 因为去年表现还不错 今年可能也不错 但是不会比去年还要好 这是预料中的吗 对 这个就是所谓基期效应 平常说疫情的时候 中国大陆2020年的时候第一季的时候是一个负增长 然后后来到第二年的话就是一个反弹大幅度要升 所以这个叫基期效应 可是它今年的话是两会设定了那个经济增长的目标的话是达到5.5% 当然是也考虑到过去以来的话 可能是有过去中国的话高速增长的话 是两位数字增长后9%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就开始讲说到新常态8%左右 到现在逐渐在下滑 这边它是有它的短期效应 短期效应就算是一个基期效果 也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 那这样的长期趋势的话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会有影响 那这边的中长期来看的话 那是美中贸易战 看样子 是一个进入到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情况 那中国大陆自己的政策上面的一个调整 也是有大关系 所以简单来看就是说疫情也是其中的影响因素 当然美中科技战也许这两年多下来 目前没有看到还继续打下去 但是它的效应还是有的 还有中国大陆的结构性的调整 这也是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做一些探讨 其实外界通常会以投资消费外贸 所谓三架马车来看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拉动的力道 如果我们先从这个投资面来看 在去年包括在台湾有蛮多媒体在关注 因为房地产整个市场的发展 好像是不是中国大陆因为担心房地产泡沫 抑制房市 所以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前年底就有一些政策实施 一些银行就开始停贷了 还有贷款周期延长跟升息的局面 我们都会看到 所以应该也可以这样来观察 是不是这个GDP成长会持续减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呢 就像主持人你谈的是带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是有所谓的三架马车 一个是消费内讯 一个是投资 还有一个是外贸 尤其中国的经济比较不好的时候 它通常是利用投资来驱动 那房地产政策的话 是驱动中国投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去年以来的话 它常常在推动 第一个政策叫做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草的 所以它管控房企业 第二个的话是在资金这边的话 或者是在管控这边 它这边叫房子资本无需扩张 所以说对于那个房企业这边的管控的话 就是相对的比较大 所以去年有推动一个叫房企业里面的三道红线 这三道红线的话就是管控 它这样说资本不能是用无限制的用借钱 用土地抵押 然后再用高价的一些转售等等 这样子的话就像去年比较著名的 恒大的一个房企业也受到管控 那不只是这个 是非常说万达集团 等等几个著名一个房企业厂商的话 也受到管控 这样子的话就是整个来房地产的一个投资 热度就不高了嘛 倒过来的话就是对于地方政府 我给了一个提醒就是 你不能老是靠土地财政 你要转变你的经济增长的模式 所以对它利用房地产来 去干港那个投资里面的力道 就相对的比较弱一点 是 它会某种程度来做一些控制 不过不会让这个房地产的发展 让它不见吧 应该不至于 这样的话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可能失血会很大 对 所以去年的第三季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看到到 它对房地产的管控的话 在松手了这样子 所以它这边的话就 减缓繁荣垄断里面的话 就是比方说资本里面设置一些红绿灯 但是这个所谓的红绿灯 就是热的时候就红灯嘛 过环的时候就绿灯嘛 就意思来说 它还是会有一个有序的一个挑战 这个在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 过去这几十年来看 是不是常常有时候有紧有松 就是会看状况 太热的话就稍微管控一下 对对 是没错的 好那今年看起来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所长说 从去年的大概下半年慢慢的 好像就有点略微松 略微松 而且它对于这个债务问题 好像也不是就不管了 做事不管 还是有做一些处理 官方也出手 这边的话是无论是人行也好 财政部发改委和营监委都是把这个风险反方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在于今年的各部委的工作重点当中 中国大陆官方还是会小心翼翼 来拿捏这个管控的这个力道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的是消费 好多次在节目当中 我们都探讨到中国大陆的民众的消费力 好像不太高 不太够嘛 所以在疫情之下 或许也加剧这一两年的情况 但是我们也知道各国疫情严重程度不一 那中国大陆会让外界看起来他们的管控的这个情况好像还不错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讯息 不少国家今年就会解封啊 会开放边境 这疫后经济是可期的 所以我们想请教所长 中国大陆的外贸会因为疫情解封会更热吗 或者可能因为各国交相竞争而变弱呢 这个外贸其实是蛮有趣的 因为整个去年来看的话 这个全球里面 加工是生产基地 当然是以中国为首嘛 然后它的疫情管控 事实上对于所谓的疫情的零容忍 这个他是做的蛮彻底的 所以整个来讲就全球里面 就似乎来讲 这是中国的话是比较能够做加工的 那中国管控好了 反而是在东协那边管控扩散嘛 尤其是从新加坡 印尼等等这个乃至于到越南 这边在扩散当中 所以中国反而是收到更多的外销订单 因为有些是从东南亚那边不能做出口的 反而这个订单就转到中国去 所以带动中国的GDP成长 去年来看的话 尤其是出口比内需还表现得更突出 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疫情的管控 所以它的服务业这边的话 几乎来讲是除了广路消费 其他的像说是服务消费里面 包含到国内的旅游 那说是管控的时候 几乎也是弄掉了 餐饮也不用讲了 也是弄掉了 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就业的不稳定 会使得大家的工作变得不稳定 工作不稳定的时候 就可能对消费而言就更加保守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就是储蓄率反而是比较高的 所以内需消费这一块就冷掉了 反而是整个中国能够带动GDP增长的话 除了投资之外就靠的是外貌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整个中国来讲说 是要做从内循环为主的一个双循环 其实它政策就是要面对它这边 除了投资之外 是不是在讲说消费能够当作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力 就是三道马车当中的话 就是消费这一个疲弱的话 可能就会等着来经济上面 也会变成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所以它从去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到今年的两会 一直不断的强调是六文六保 那其中一个创造就业 稳住就业 那帮助中小企业里面的纾困帮扶 那个其中看起来好像是只是一个就业 其实在背后 道理是对于内需消费给予一个扶持 这是很重要的 没错 你要有工作才会有钱赚 才有能力消费 就是说这个消费 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 所长也有提到 就是说他们所谓的消费的力道 希望能够来刺激 也希望往这个高品质或高消费的方向 这个还是可以持续来关注 是这个方向 没有错 还是说有一些贫富差距 有些偏乡地方的消费力弱 要把它拉起来 这个也是一个可能的 一个努力目标之一 这个主持人讲的蛮好的 它是消费不是只是一个量的消费 它其实有带动值 高品质的消费带来 就是高品质的经济增长 所以它今年是讲说 是创造的就业 不是只是一般的服务业的一个就业 看得出来是 它这边帮扶的那个中小企业 是一个高品质 它称之为专精特性 专门的专业的 精字化的 创世创新的 特的是unique的 特殊的 带来的就业的话 是相对于服务业的话 其实是具有隐形冠军特性的中小企业 是它今年的帮扶的一个重点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于整个产业的转型 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这个转型的话是变成是一个十年模一件 对抗外部的科技管控 就是所谓的美中科技站里面所带来这个冲击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过去的就业里面是服务就业 那服务就业这边的话就是比较虚 那我这边是由虚转时 由虚向时的一个就业模式 那这样子的话 对它内循环是有很大一个帮助 所长可以这样来解读吗 中国制造2025在美中科技站的时候 他们比较少提的 不过这个会不会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涵盖面 就是以后我自己打造自己的品牌 对对对 因为它的内循环发展出来 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时候 就是中国它的内部的需求 产业的需求有它的特殊性 那针对的它内循里面的 所需要的一些科技 所需要的一些产业样貌 的话也有它的特殊的一个条件 所以由内循带动的产业科技发展 可能是它的未来一个常态性的一个发展重点 好 从这个消费面的市场需求 来看产业的结构的改变 也是一个可以观察的面向 好这是在节目前半阶段 非常谢谢中华经济研究院 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 我们解析在日前 中国大陆正在召开 全国政协人大两会 那么所公布的 中国政府的工作报告 那么提到设定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5.5%左右 如何来解析 那么在去年高达了8.1%的GDP的增长 而今年的数字大幅滑落 那么有哪些面向呢 值得我们进一步 观察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也许刚才其实有提到 包括消费疲弱的情况 为了如何来拉动 还有这外贸的情况 我们要来谈一谈 目前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事 那么引起国际间的相继制裁 对中国大陆外贸 有没有一些冲击呢 我们节目稍微回来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岸ING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中金院第一研究所所长 刘孟俊所长继续 我们就要来谈刚才我们提到 外贸中国大陆的表现 事实上由于疫情它防控还不错 所以应该还有蛮不错的表现 但是随着各国逐渐走向 跟病毒共存会慢慢解封 所以这个竞争可能是愈加激烈 出口是不是会受到冲击 这可以继续来看 那比较近的就是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的经济制裁 中国会不会受到一些打击啊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跟俄罗斯 当然每年有1400多亿美元的贸易 对对 那尤其是这次的东奥嘛 菩提嘛 就是到北京去访问 中俄之间的话就签署了一个 一方面的话是提示他们战略伙伴关系 到比较相当高的一个层次 代表是想说他们的合作伙伴 另外一个的话是签署了 是关于能源上面的采购嘛 是一个30年的采购 那当然说是中国来看的话 得到俄罗斯这边的天然气也好 缘由一个蛮稳定的一个供应 那俄罗斯得到好处 是30年了还不错的一个价格嘛 得到的是高于国际价格的一个标准嘛 所以彼此是相互得利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俄罗斯跟乌克兰 这个事件里面的话 那俄罗斯面对的是 以美国跟欧洲为主的一个制裁 影响所及的话 可能会是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一个价格 会再次上涨 那这边所造成的一个影响的话 可能是全球的一个通膨之余 可能会使得价格再继续往上升 那这边的话 就是比较让我们回想到过去来讲 中东是以石油当作武器那种样貌 是不是造成了出来 是一个所谓的surprise side的一个shock 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中国是利用它 所谓的内循环来带动的双循环 是有相当大一个道理 因为看起来的话 美国也好或者欧洲 这边受到surprise side 就是供给面的一个冲击的时候 可能对于消费的 或是总和需求的一个能力的话 也会走低 所以这样子中国里面的话 如何再提升它内循环 可能反而是比外循环更重要了 好 这是可以来关注中国大陆 在这个经济的发展部分 我想这个能源的部分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产业的发展 除了能源之外 其实因为乌克兰所代表 是一个欧洲的粮仓 那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件 也代表着粮食可能也会面临到比较大的紧缩 所以中国可能是在刚才讲了 是一个能源上面可能会得到 俄罗斯的还继续的供应 但是粮食这方面的话 就变得非常不确定性了 中国有缺粮的问题吗 虽然他这几年有提出这个事情 就不断的提出来防放粮食安全 所以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概念上 是一个全球的气候变迁 那中国虽然是内部里面的供应 还相对着稳定 但是你知道那个气候 变成非常不确定性 所以他不仅是在国内里面 要增加他的粮食的稳定 他在海外也会布局 所以乌克兰是他布局的一部分 过去来布局里面 除了是跟美国买粮食 大豆 另外一个巴西 还有是澳洲 等等这几个地方 外部来讲也布局他的安全 所以中国大陆这是设想的 非常的长远的 因为这个全球气候变迁 有时候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说来就来很难说 比如说大水或是干旱 这个都对粮食的生产 是很大的影响 好 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来探讨 相关的因素 接下来我们谈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而且未来可能也会影响 就是全球上出现的通膨 在中国大陆有出现吗 因为其实我看到中国政府工作报告 有估计居民消费价格预估涨幅3%左右 所以是不是也同样都是有通膨的一个状况出现 这个就是刚才跟粮食那个道理是一样 这是一块 所以粮食的不确定性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问题 非常说过去来讲说中国的肉品也曾经发生 非洲的猪瘟啊 蓝尔病啊 对不对 或者禽流感 这是台湾常常面临的 这个是许产品的方面 然后比方说是河南发生过大水 长江发生过大水 这边是粮食的一些生产上也会面临到冲击 等等 所以这个粮食可能会带来这个inflation 那个通膨 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能源 所以它为什么想跟俄罗斯签一个30年的长月 可能是为了能源的供应的稳定 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注意是去年 因为疫情还有那个美中的冲突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PPI 生产者价格物价指数 还有CPI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它控制在3.0 但是它PPI其实还处于一个高的位置 所以这个PPI转化成一个CPI 这边的冲击可能还是它需要去管控的 会有它还是会有这个压力 是 好 那相对怎么来看 中国经济如果成长是放缓的话 会有可能所谓的通货紧缩吗 还是不能这样来看 我觉得说它这边会CPI 会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价位 就是像主持人讲的 是因为这边的demand side 需求这边有减弱 所以使得它这边PPI 因为PPI是代表一个surprise在一个供给方 是一个所谓的成本推升的 CPI这边的话代表是一个需求拉动的 因为是需求拉动的不强 使得CPI现在还保持一个比较低的价位 如果哪一天你希望说转换成一个内循环所带动的 内需带动的一个经济增长 CPI这绝对会上升 如果说你没有管控好PPI的话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 去年其实CPI这边还不算高 其实就是因为需求的一个减换的关系 那看到我们台湾国发挥预估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年增率是估1.33% 但中国大陆涨幅是估3% 对对3左右 那刚才有提到全球的气候变迁 我们就来谈一个相关的 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们在中国大陆台商非常有感的 就是停电 那今年的情况 我想中国大陆可能有做了一些因应的措施吧 但是他们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都还是在的 在他们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也特别有提到要朝这方面来推动 所以在今年的情况您怎么样来看呢 大陆里面这边的话 可能是有两个问题 就是一个尺度性问题 是 尺度性问题的话 是店家是受到行政单位管控的 然后煤价 但因为发电现在还是比较多是靠煤 是用煤炭 或者是海外的一些天然气等等 还是火力发电 那火力发电这边的投入的话是市场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的话是煤 这边的话是中国跟澳洲或澳大利亚这边 的话是有比较的一个冲突的时候 进口煤这方面的话或者是全球型的一些因素 所以煤的价格再往上升 那所以说电厂里面的话是发电越多是要赔越多吗 因为那个电价的话是行政管控 那随着把电价跟煤炭的一个价格的话 取了一个联动关系的时候 那使得那个电力发电的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这种随着缺电的问题 处理的比较好嘛 另外一个的话是好像是我看了一些相关资料里面 中国的话现在也是扩大 是用核能来发电 所以长期而言的话 可能停电这个变数的话可以受到管控了 但是你刚才提到一个是一个双碳的问题嘛 到2030年要达到碳大峰嘛 然后到2060年要达到碳中和 整个来讲的话 它可能会产生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需求 就所谓的迈向所谓的绿色发展 绿色成长 那迈向这边的话 除了这消费面以外的话 可能整个来看的话 要达到碳达峰 可能是在沿海地区 是主要中国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据点 这边比较容易做得到 可能达到碳中和就不容易了 是 所以可能预期得到 他们可能是会把 在东南沿海这边的一个生产 碳排放比较大的一个产业 会逐渐的 要嘛就往海外去移动 要嘛就往中西部移动 因为可能碳权比较多的人 应该还是在中西部嘛 没错 那可是需求碳排放的比较多的 还是在东南沿海这块 所以要透过一个移转这个方式的话 才可能从一个碳达峰达到碳中和 那不管怎么讲 中国里面高碳排的一些产业 还是如何做一个结构性转变 可能还是它的一个重点 可是这个还是中长期的一个调整 是 那么在去年我们也看到 中国大陆有进行所谓碳交易 对 在某些城市已经陆续再推了 这也是我们的台商要特别留意 在这个产业的发展 朝向这个绿能 中国大陆是持续在做 所以高碳排的一些产业 台湾台商在大陆里面的话 可能也要面对到这边的管控要求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水泥业的 可能就会面临着这种压力 对 其实不光只是在中国大陆 我们在看到欧洲方面也有碳交易 台湾也有在相关的法令在推 所以我们可能也要更积极一点 最后提到刚才老师有带到 就是中国大陆他们希望能够稳就业 所以谈到这个就业的问题 当然他们也有提到 今年他们的城镇新增就业人口 会达到1100万人以上 不过我们看到在疫情冲击 还有去年他们对大型民营企业的监管 也造成部分的裁员 还有我们看到他们的高校毕业生 也冲高到一年就1000万人以上 那怎么样去兼顾 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是大陆里面的就业结构 是蛮有趣的一个情况 你看蓝领阶级的缺工 就是一般的生产在车间里面 蓝领的劳工的话 对企业主而言的话 就是常常找不到 那这不够的原因可能也是有些农民工 他可能是在当地就业就好了 尤其在疫情底下 他就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就不愿意出来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来自过去来讲 是随意态化的一个结果 家庭希望自己的子女是在做白领 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广涩大学之后 他其实读了本科 他其实也不想是在车间里面工作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的话 平台经济 互联网这边的所衍生出来的服务业的工作 其实就业机会还蛮多的 所以在车间里面的蓝领工作的话 就真的是不足 但是导过来讲 白领工作的机会 真的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而且白领的工作 这个不确定性又比较高 疫情里面的话 跟着失业的情况 尤其是美中贸易战这些的等等 这些因素 所以你要找到白领 稳定的高品质的就业岗位 其实难 所以他这边所产生的一个就业 并不是一个量的问题 而是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蓝领缺工的问题 白领也找不到工作 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我在想台湾的情况 我们也引进外劳 其实有些问题是类似的 但是我觉得 在把这个眼光拉长起一点 来看的时候 其实整个中国都还是有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从哪时候就开始发生这种现象 其实还蛮早的 差不多是2013年14年 这边就是劳动人口 15岁到64岁 劳动人口就慢慢在负成长 surprise side这边的那个量 就慢慢下滑了 那他们可能是预估 2025到30年 总人口负成长 2012年的时候发生了 劳动年龄的人口是萎缩 所以他这边是人口 你在消退 所以刚才那个主持人在谈 为什么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 会发生一个slow down 这样子下来 其实会跟他人口老化 是有大观点 台湾也是面临类似的严峻的问题 所以有人说这是国安的问题 问题 对 所以主持人你在讲说是台湾的引进外劳 那如果说中国哪一天开始引进外劳 可能这外劳就变成稀缺了 是是 好 我们来看中国大陆未来怎么应用来因应 这样的人口老化的问题 也难怪他们会鼓励生三胎 生三胎 还有 所以养老产业会变成未来一个重点产业 好在今天我们针对中国大陆官方预估 2022年今年成长率是5.5%左右的目标 相较去年8.1%是大幅滑落 我们非常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 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 观察解析到底有哪些影响原因 还有可能的变数 非常谢谢刘所长 谢谢您 好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剧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王力杰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